開庭掌握的是桃園前市長鄭文燦的司法案件 在稍早6點15分左右的時候 其實法院是已經當庭裁定她是收押的 也就是說在這次的第三度的駕壓庭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她從2點鐘就已經來開庭了 而且這次來開庭的時候 她其實表情是相當凝重的 因為如果真的裁定收押的話 真的有可能會讓她短暫深屈自由 而我們就在稍早在6點15分的時候 掌握的最新消息就是她當庭被裁定收押了 而在今天其實是三名律師都有陪同她來到法院的 而在整個四個小時左右的開庭期間 其實整個過程當中 他們沒有任何的間斷 也就是從2點一直開到6點多 一直都在持續進行當中 可見這一次有可能是檢方在證據上面 掌握得非常的清晰 也因此在這一次第三度的駕壓庭當中 其實他們在整個過程裡面 是最後是在這個法院當中是有裁定駕壓的 而這次她會被檢調來說 主要也是因為說 她之前的一個獨立開發案件 有涉嫌貪污500萬元 只是這一次到底為什麼到第三度 才確定是裁定收押 我們後續也將會持續為您掌握法院的最新消息 以及他們掌握的原因